歡迎收看WTO姐妹妹 我是莎莎 我覺得每次出國旅遊啊 最害怕就是遇到天災人禍 然後每次出國前呢 都會稍微看一下那個國家的 但是 最近發生一件我覺得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大家常常覺得 男生出國旅遊好像就不用那麼害怕 像女生擔心這麼多 但是 前陣子在南非 有一個背包客的男生 他就攔了路上的一輛車 然後那個車上呢是兩位婦女 然後他想說 應該是婦女 坐他們車應該沒問題 他上車之後呢 過不久 當他在醒來的時候呢 他是全身赤裸裸的 然後 就覺得 我剛剛被怎麼了 那兩個婦女對我怎麼了 然後 他就去報警 然後最後那個警察就抓到 其實他們是一個團體 因為那個宗教就是 最近在蒐集男生的金子 所以他們呢 就是蒐集各個男生 然後就是 蒐集他們的金子 所以我跟你講 在旅遊的時候 不要以為你是男生 就很安全 很開心 但是是婦女 婦女不是年輕的耶 而且你還沒有享受到 對啊 金子在身體裡面 怎麼收緊呢 所以他就幫你處理啊 好 等到你醒來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欠脫衣服呢 好貴 沒有感覺 直接就來聊聊旅遊的時候 到底會遇到哪些危險 今天好好大家看一下 有什麼恐怖的事情會發生 那首先呢 歡迎我們來賓志翰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姐 大家好 大家好 史丹麟 大家好 然後我們後面 我們五位的旅遊團代表 歡迎你們 大家好 還有我們八位新入名 大家好 我們來賓志翰哥 因為其實我們在錄這集之前呢 有稍微對現場所有人 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哪個國家旅遊最不安全 然後其實在座 每個國家都在上榜 但是只有兩個國家沒有 就是韓國跟日本 韓國跟日本 韓國 日本那麼安全 很安全 對 然後澳洲 雖然有上榜 但只有一顆星 對不對 跟第一名的巴西的距離岔開 真的嗎 真的嗎 其實是破表 對啊 所以 真的是 差兩顆 因為我自己要討給巴西 如果沒有討就一樣 所以你自己討給巴西 所以你也覺得在座 你們是最危險的 嗯 差不多 真的 好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就看看大家想法 為什麼你會想投那個國家 首先 開朗 討給巴西的原因就是 因為巴西不是那個媒體報導說 就是什麼 沒有那個 對 原本是要 那個房間是要 可以容納20個人 但是裡面有40個 60個也有 所以 就表示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治安有點不安 而且2016年那個舉辦 那個奧運的時候 那個韓國媒體一直報導說 那個巴西的治安有問題之類的 那這個報導說就是 最近那個過去兩年就是 那個巴西的警察 被死亡的人數是達到 7年 警察 對 他們工作當中 對 那個被殺的 很多嗎 很多嗎 巴西 巴西 不是嗎 說很多嗎 很多嗎 很可愛 這只有不少 160 警察 不是原性 警察 警察 所以找人 那個韓國媒體報導說 那個有人開車 然後有一些騎機車的就不滿 就開車的就覺得開車不是技術很好 怎麼樣就不滿 就他就 攔就下來就 對 這個槍拿出來就又恐嚇一下 對他開槍 哪有可能 真的 沒有 這個 巴西 巴西 對 然後那個巴西也是很恐怖的這個 對 各位有看過這個嗎 喜歡 這是巴西嗎 要去 恐怖 這個很痛耶 這個很恐怖 很喜歡耶 這除毛我覺得這個太恐怖 巴西從流傳到那個 流行到那個韓國 也是很多人做這個 我們今天是在聊旅遊不安全 那可惜你覺得呢 你覺得最不安全的是 我最不安全的應該是那兩個嘛 但是我個人覺得另外一個危險的 就是韓國 為什麼 聽說韓國那個最近地震蠻頻繁的 韓國哪裡 你說比日本嗎 比日本啊 比日本啊 最近這兩三個月都是平凡的 而且原因就是那個 你隔壁的那個國家 常常是那個嘛 有試驗什麼 對 試了一些東西 到長一些什麼 你說啊 機械生的感覺 對 我覺得韓國就是那個 蠻大的 對… 而且我看到那個 你隔壁那個國家的那個 對 我看到它的那個 太誇張 難怪外國人進不去啊 比如說那個 那個領導長嘛 他去那個工廠的時候 大家都來熱烈的歡迎啊 那樣的畫面 很開心 對 超開心的 就是那個 也是那個阿兵哥啊 他們是那個 那個領導長來的時候 我剛剛以為是靈教耶 對 然後跳水 然後追他們啊 然後還大哭啊 什麼的 在水裡耶 對 水裡耶 那麼熱烈的歡迎的 太冷了 泡很久都會喝 我覺得這樣反而 我覺得有點危險耶 所以 北韓是不是真的 有點危險 對南韓來說 因為其實有一陣子 因為其實有一陣子 大家都不太去韓國 就是因為覺得 好像隨時會有飛彈要打過來 請放心 因為韓國有少女時代 還有在那個 他有子彈也沒用啊 所以北韓軍人也是很喜歡他們 對 所以就是不想用 所以他被人要打出來的時候 你們就會把少女時代先推出來 這樣好嗎 放他們的歌 就心軟 再吃 好 那凌晨 你投的是哪一個國家 我個人投給的是澳洲 我覺得看不見的危險才叫危險 可是澳洲看起來很陽光的耶 對 澳洲看 對 澳洲比如說 我們有向往 去那邊有陽光沙灘 然後風景都很漂亮 經常去旅行什麼的 然後之前我在上學的時候 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就覺得澳洲是向往的地方 然後去打工 去留學 但是有很多朋友 去打工留學之後 再回來之後 他發現真的他們不喜歡澳洲 就因為他去打工留學的時候 他就是要 就平時週末的時候 會去餐廳 當服務生 當服務生的時候 有很多客人 就是去點餐的時候 就直接跟他說 我可以不要亞洲人為我點餐嗎 我可以找一個英文 比較好的人給我點餐嗎 就這樣直接嗆耶 澳洲人嗎 還是是外國人 澳洲人 比較不友善 對 而且你知道澳洲的老闆 就是比如說 就是我們都是 我是亞洲人 或者他是可能就是美國人 那他給我們的薪水待遇都不一樣 因為亞洲人就會少 然後可能 然後那種朋友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你是亞洲人啊 你英文不好啊 這有點種族歧視的感覺 對 而且有的時候去玩的時候啊 就是 經常在路上會被那些就是 可能就是自以為自己 就覺得是很了不起的那些白人 他就覺得 那個亞洲人 然後他會怎麼這樣 你不要這樣 然後凌晨都沒有跟柯磊打個招 你知道嗎 就當那個透明人 我要替他演藝 因為很怕被問價錢 就很多人就 也許就是去澳洲 比如說去遊學打工的時候 遇到這些不公平的待遇 就心裡面會默默的 就覺得很難過 就很受傷 但其實我也有聽過一個 美國的一個過海關的小祕訣 就是如果你是年輕女生的話 最好是整個蓬頭垢面 因為如果你太漂亮去 他會以為你是要去賣贏 去吐 是不是 有 對不對 有 我那一次去美國也是啊 因為我 我忘記了 結果我穿一個短褲 然後結果就穿得很時尚 結果後來他就說 小姐麻煩你到那邊 他把我帶到另外一邊 就我想為什麼大家都沒有 只有我一個人 真的 對 而且他對你的態度真的很不好 很長 他想摸你 摸你 重點是我是一個人進去的 我是去找朋友 所以他覺得我更有可能 像是要去那邊打工 所以去美國過海關 盡量邋遢 能多邋遢就多邋遢 然後因為一年 妳剛剛我一講的時候 妳點頭 所以妳有被誤會過去美國 沒有 因為我都棚頭垢面 我都以睡衣阿嬤造型說 我也是 應該還帶一點延遢 對 以讀書人的心態千萬 可是我朋友就是 他們是一個平台 網路平台 然後直播平台 然後老闆招待他們 一起去美國玩 可是平台的妹妹們都是 那個數字平台嗎 之類的 對 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都打扮得很辣 然後全部都被海關攔下來 然後我不知道他怎麼確定 覺得他們是要來賣的 對 好像是檢查他們的手機 還是什麼之類 然後就發現說 可以檢查手機嗎 對 他們就會要求妳 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他就會檢查妳的 沒有 他們會叫妳弄給他看 譬如說妳的 妳帶了一堆內衣什麼 他就叫妳翻給他看 內衣 沒有 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帶一些盥洗用品 對... 他不會自己用手翻 他會說麻煩妳把這個打開來 而且臉都很臭 對 然後他就叫妳 撥他的手機給他看 然後他就不知道 抓哪一個關鍵字 他就說妳是來賣飲的 然後就直接跟他們國家講 他就是不給妳簽證 所以妳這輩子 再也不能入境美國 這應該很難喔 因為台灣人去美國 是不用簽證 我們只要上網申辦就可以了 但他就是這一輩子 是禁止入境美國 因為他就覺得妳是來賣的 沒關係 不要去 對啊 有經過的時候 那製作單位問我說 美國縣妳要不要去 Oh No 不去 我為什麼要被這樣對待 對啊 無力的可以帶 你們去法國 法國妳打扮得很漂亮 他們會因為喜歡 也沒關係嘛 對啊 他們會可以跟妳打扇 對 法國沒問題 對 法國海關 對 沒關係 法國海關就是一樣妹妹的 超漂亮的 然後可以握著很熏 OK 可是法國很誇張耶 他們真的會衝過來親妳 你說在法國的時候 對 法國男生 你說海關嗎 妳一落地 然後到基層 遇到任何一個法國男人 如果他覺得妳很漂亮 就會直接衝過來親妳 好可怕 而且會兩邊各一位 然後妳就 現在是 這樣才能過海關的意思嗎 好想去喔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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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怕 而且會兩邊各一位 然後妳就 現在是 這樣才能過海關的意思嗎 好想去喔 然後我們就 沒有他投票 我們就 跟韓國人比一樣 因為其實我是 我是投票給那個中國 你看看 可是你看 不是差一個 是差很多 是因為我之前 有住過中國一陣子 然後我覺得 中國是對外國人來說 是越來越不安全 他們看到一個白人 他們覺得 有錢來了 那就可以 是比較前陣 比較容易可以騙錢 第二是因為我覺得 中國人是 最近越來越是 有愛國的感覺 他們是 也是很 比較那個傲氣 所以如果 譬如說你住在那邊 突然你的國家跟中國 有遇到一個 壞的事情 那那個 全國的人是 因為要抗議 他們就會 各位會放過來就 譬如說之前 那個日本跟韓國 都是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大家都是 出門都在路上 要招那個日本的車要放過來 然後去日本餐廳要 要碎玻璃 有一陣子 只要是跟中國關係不好的 因為我們也 有的時候 也不能像你們一樣 就是自由地表達心聲 就是 通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 發洩一下內心的事 所以我們就稍微 來 開心 對啊 他們 可是日本的製造商 很開心 因為他們破壞完以後 他們還是買 然後我也記得之前 中國有一陣子 好像很流行 就是你去旅遊 或是去 看醫生的時候 腎就不見了 是不是很正常 是謠傳嗎 是謠傳嗎 謠傳 謠傳啊 我有一個真情故事 就是我媽媽的 朋友的女兒 她有結婚 然後她的先生 是 他們去密約旅行 去中國什麼一個城市 他們從機場那個搭 計程車到什麼旅館的這個路程 然後司機說 欸 車子 這個引擎又發不動了 那就叫先生下車 推一下車 你知道嗎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先生下車 然後她的新娘在車裡面 她後面往推 後面推的時候 她的手機 她的護照 都在那個車子裡面 她的老婆 她的老婆 對啊 我覺得她先生很開心 但是 對 真的嗎 她老婆也失蹤了 失蹤啦 對 人就失蹤啦 那我覺得應該是老婆 叫她 走 趕快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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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好帥喔 大家好正面喔 我覺得非常的好 今天我們看看 盧卡斯 那你是投哪一個國家 泰國按摩要小心 男師傅都會用力抓 按摩很隨便 敲到去隨便 然後往號隨便 然後就說 然後大家 然後抓 這個我也被抓過啊 我就突然就抓了一下 我就突然就抓了一下 不是犯假的嗎 今天我們看看 盧卡斯 那你是投哪一個國家 其實我投給 可是我要講的是 前三名 對 你還很奇怪耶 泰國那麼善良 就是 我之前有帶我馬去 泰國玩吧 然後有帶他去做按摩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 在那個阿索克 是一個小日本區 在泰國的 然後那邊的按摩店 很有名 然後我也很便宜 然後 還有差 因為有一些按摩店 我知道是做色色的 可是我 然後到那邊啊 然後說媽媽咬女生 然後我選了男生 因為我的肩膀很硬喔 然後要 大力一點 然後 到一個很恐怖的小飯間喔 好像殺人的感覺 可是那個 很便宜 所以我就不可以抱歉吧 一個小時一百五 一個小時一百五 哇 超便宜 然後來的時候是 不是男生 是 應該是跨性別吧 因為他是男生的聖材 然後 對啊 像兩個西瓜 然後 西瓜 那很大耶 西瓜 他人很幸福喔 他人很幸福喔 反正在那邊要脫衣服 然後就脫了 然後他隨 就是按摩很隨便 敲下去隨便 然後好隨便喔 難怪一百五 然後到屁股的時候 就很奇怪 就開始抹 然後抹很大力 好丟臉 為什麼要這樣整個 好丟臉 為什麼要這樣整個 好丟臉 繼續 來來來 反正在那裡 奇怪 什麼東西喔 不需要我按摩 然後就說他 要不要 要不要 然後 再兩百塊 要不要 要不要 然後他說 幹嘛不要啊 隔壁是女朋友嗎 隔壁肉麻 不是啦 不是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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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就繼續 然後很隨便 隨便然後就沒了 這個我也被抓過 小子弟 小子弟 其實這樣 按一按就男生 然後按一按 然後就這樣抓 然後五百塊要不要 然後就說不要 因為我 我喜歡女生 你比他 對 原來他女生很喜歡女生 然後他就 氣而不捨的繼續抓一抓 然後突然就抓了一下 那兩百五要不要 那兩百五要不要 那這個都沒有 就這樣超過遇到這一種 那麼就是很 就是很自然的 會喜歡想要 你知道 看到你覺得OK的話 服務 服務 對 好的 那安娜你呢 你是投哪個國家 美國 對 不是因為我不喜歡 我很喜歡美國 美國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的 很有牆 然後有牆就沒辦法 像法國就是盜子而已 然後盜子你還可以就是 稍微等一下 對 可是牆就不管你是很牆的人 還是沒辦法 像如果你開車 然後跟人家吵架 因為法國人很喜歡這樣 就是開車然後吵架 他們就懂不懂就拿牆 你沒辦法 對不對 還有一個我覺得 我很喜歡看美國電影 然後很喜歡看空譜片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空譜片 都是在鄉下那邊 然後你開車 然後你停下來 不是停下來 對 所以真的 我在美國都知道 在鄉下才是泡馬 我超可怕的 超害怕的 隨時都要拿電鋸出來的感覺 對啊 這個 真的 我經常路過一個街道 看到那個窗戶的 那個充電在那邊飄 然後說 有怪 而且都是在裡面 沒有辦法 一些故事 他們會寫從那個 真的有故事來的 對 然後你就看 就說我哪邊很恐怖 對不對 美國最喜歡 真實故事改變 對 被安娜貝爾嚇死了 對 嚇慘 現在去國外都不敢買 有臉的娃娃 對 很可怕 還有我覺得 這邊沒有 所以日本我覺得也酷 日本喔 為什麼 不是說人不安全 是你的錢包不安全 然後不是 不是 完全不安全 不是因為北投 是因為 沒有 沒有 這個困擾耶 你回來就沒了 而且 可阿爺都刷光了 對 沒辦法 而且你永遠想說 下一次去我要帶多一點 每次都不夠 然後我看我老公的護照 都是那個... 面對 我說這個為什麼腦不掉 就滿了 就沒位子 真的 跟韓國一模一樣耶 韓國前沿會有點危險 也很好 很恐怖 好 然後詩米是 你也是覺得法國比較危險嗎 對啊 法國真的是滿危險的 因為我自己去的時候 就是 懷抱著浪漫情懷去了法國 然後一下午 剛剛說一下飛機 然後就被狂親之後 結果就是在地鐵站啊 就會有吉普賽人 而且她看起來很無辜的樣子 抱著小孩 然後就一直靠近妳... 想說妳要跟我說話嗎 沒有 她是要偷妳的東西 她直接手伸進去 包包搶了就跑這樣 超誇張 所以她伸進去 妳是完全有感覺的 妳完全看得到 而且妳可以看著她的眼神 然後她就是 喔 被妳發現了喔 那就算了這樣 她們沒有差喔 就是 我就是要過來偷東西的啊 然後偷完了 喔 被妳抓包 那就算了 那我就不偷了 就走這樣 但詩米 那從法國 就是下飛機的時候 妳是完妝嗎 就是沒有打扮 也還好耶 就是打個粉底而已 妳可以教我們 訣竅是什麼嗎 什麼可以啦 妳只要親得這樣去就可以了 被親手要摸她錢 趁她不注意的時候親她 然後就這樣 好傷心 很恐怖 那達菲妳覺得 是哪一個妳覺得最不安全 我之前也是去法國 然後是被搶的經驗 因為剛剛詩敏她是被偷 我們那個是 她們也是就是 我們是走在地鐵 跟地鐵中間的車 就是那個連接道 然後我們是四個女生一起去玩 那時候就是有吉普賽人 她們假裝發傳單 然後就靠近我們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就有打聽好說 只要是這種什麼傳單 捐錢全部就是都拒絕 然後我們就是不要不要 就快走 結果後來她們看不成 她是直接 七八個吉普賽人 直接把我們包圍住 然後開始直接這樣咬妳的包包 而且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剛從那個 就是百貨公司逛出來 所以大家手上都是隆圈 然後她就開始這樣抓著 一直晃一直晃 然後那時候 然後我是跟另外兩個朋友 我們兩個被八個人包圍住 她就開始抓著妳的東西一直晃 然後另外兩個 沒有被包圍住的人 就開始大叫 然後請路人幫忙 然後他們才 這樣子 對 法國其實 而且不安全 真的不安全 可是我九月的時候又有去 這次我們就有請車到 我們就比較聰明了 然後我們就全程都這樣 然後因為這次我是跟我媽媽 還有我妹妹一起去 然後我媽就說 把外套穿在包包外面 然後我們就這樣很小心 就這次那車導就說 因為現在 然後也被偷得太誇張 所以好像就是 中國政府有給法國政府壓力說 不要再偷中國人 不然我們就要 不讓你們去那邊 就是讓妳去發光 去觀光 然後那個法國他們好像就是有比較 看到華人就比較不敢下手 這樣子 所以這次我反而去 他們就是發傳到那種 看到華人都走開耶 他們都是去找美國人 對 對 好狡猾 我有偷 然後講巴西 是因為我之前我的同事 有去巴西玩 然後他就是也是 背那個Long Sharm的包包 然後他就是有拉好囉 然後就走在路上 就突然有兩個 年輕男子靠他很近 然後因為我同事是單身 他就很開心 他就想像 阿帥 對 然後結果他就是 可能就擠過來一下下 然後跟他說嗨... 就走了 結果後來就是我同事就發現 他的包包 裡面的東西全部沒了 他好像全部被淘口 而且他完全沒有感覺 沒有 就很可怕 就是很可怕 剛好大風 可是還是不見了 因為我堂哥他也是住在巴西 那他有時候回來台灣 我們小時候見面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在小時候在花蓮 都會去游泳嘛 那我就問他說 那巴西有沒有這種地方 他就跟我搖頭說不太去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看 你們現在在看到的是漂流木 有時候我們在游泳的時候 看到漂過來的是人 那盧卡斯你真的 自己也覺得巴西不安全嗎 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是媒體報導 都是很誇張 然後都只會報導這些新聞 就感覺我們每一天都是 那樣的東西會發現 然後你們可能不知道 可是我們在巴西看到的 台灣的那些新聞 也是差不多 都是看什麼 就是 然後那個巴西樂園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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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捷運 捷運的那個 就是對啊 就不認識台灣的人會像什麼 台灣是一個小地獄啊 可是根本不是啦 所以我覺得你們在這裡看 不是你們 就是全世界 看都是看很可怕的 很恐怖的新聞 所以就那個可怕影響很嚴重 其實還好了 那如果我們去巴西玩的話 我們可以晚上出去 在路上走嗎 當然啊 可以 我跟你說里約那個海邊 大家在晚上在游泳 會有屍體漂過去嗎 屍體游泳嗎 不是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媒體放大 是你自己要有一些 小心的部分 比如說 你是外國人 你不要裸一個 你不要裸出來一個很笨的臉 因為笑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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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想裝聰明啊 不是不是 我很快地講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啊 她是很可愛的女生 我去她住的那個地方 剪頭髮 因為那邊比較便宜 可是治療比較不好 因為有脈度病之類的 然後那個可愛的女生啊 她住在那邊 她就完全變了 就 就這樣 然後就 這樣這樣 你怎麼了 為什麼要變得那麼美 他說沒有啊 你這裡一定要有一個自行的 一個狀態 然後沒有人不敢跑 一個態度 然後對啊 態度 對 然後去巴西的外國人 大部分都是 然後 你怎麼去觀光啊 可是你知道有這些有危險 然後要一個小小的心理準備 不是 你現在已經在 已經在告訴我們 很危險 所以你去那邊 啊 對 我們要武裝自己 我去觀光幹嘛 你到這邊回來都是這樣子 對啊 你知道照片 都沒有在看鏡頭 又都在注意旁邊 那這邊呢 我們有一個調查 是來自於 世界旅遊組織 全球十大危險城市 第一名 洪都拉斯 哇塞 我一直以為這三個國家 可能會在 前面 我沒想到洪都拉斯 會在那麼前面 然後還有 巴西 對 就是在場的第一名 依然是你 歐陽山 你認同 這個排行榜 我認同 第一個就是那個 瓜地馬拉 我 瞄準這個國家 對 因為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工作幾年 他覺得很無聊 他要抽出一年的時間 好好的去旅遊 就當那個背包科這種 然後他想去南美洲 因為我們住的是很冷的地方 結果他經過了墨西哥 都沒什麼問題 那他到了這個瓜地馬拉 他覺得這個地方是比較貧窮 可是另外一面是滿 像一個天堂 他覺得很好 而且東西非常便宜 所以他住在一個民宿 有一天他在他的房間裡面 結果有人窗進來他的房間 他就到那個陽台那邊去 他覺得他可以奪過這些人 結果那些人到了陽台 把他 對 妳說妳朋友 對 我朋友 他因為這個事情 他那個脊椎受傷 然後有很多骨頭斷了 後來他要用了 將近半年的時間 才治療好 對 我有去過瓜地馬拉斯 其實我沒有遇到危險 但是那是真的 我這輩子看過槍最多的地方 就是你連去那個麥當勞 加上我在門口都有 都有配槍的警衛 對 麥當勞 然後 然後如果你去Mall 你去Mall的話 然後門口會有 先有兩個警衛拿長槍 真的是長槍站在門口 就算了 那裡面當然還有警衛在巡邏 就算了 然後你甚至去隨便一個 隨便一個專櫃 例如Levice專櫃好了 那麼你會請一個警衛在專櫃裡面 然後拿著槍在那邊巡 好緊張喔 去他們的夜店也是 就是夜店 通常門口不是都有一個櫃檯 然後大家趴車嘛 他們也是一個櫃檯 但是是當大家放槍的 就是這樣 趴槍 趴槍耶 這個槍存在進去 第一次看到有趴槍的地方 趴槍 對 趴槍 很酷喔 我最後要講到一個 你看就 不可思議的 手機很怕水 對 所以我們大家都圖方便 買一個防水袋在身上 你在潑水在開心的時候 被潑的時候 然後啪就被搶走了 我朋友就被搶走了 因為自然跟我沒關係 我最後要講到一個 阿卡波克 我說到底是哪裡 事實上我有去過這個地方 我覺得怎麼會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墨西哥 對 是墨西哥那個 對不對 阿卡波克 我跟你講 我八十年代去阿卡波克 以前這個 你看那個照片 好美喔 有海 有飯店 我們那個時候 我第一次去 我都不知道這個地方 屬於墨西哥 太棒了 那現在它是20 聽說是2009年之後 因為毒品的問題 它就整個 整個治安都變得非常糟糕 也有綁架 所以現在去的人 就建議你在這些 飯店附近可以玩 那到那個城市裡面不要去 那個地方本來是天堂 怎麼會變這樣 真的耶 1980年 對 是林肯總統的時候 對 真的耶 那個時候我身材很棒 真的有嗎 真的有嗎 穿那個皮膚 對 改天 柏西哥當地的男人都追我 真的有過這個時候 危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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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真的要檢查 你的錢包還在嗎 還要收錢 上次頭上一把刀 小心 那我也想問一下來賓 你們有沒有在出國的時候 有發生一些危險 志涵哥 我們去泰國的時候 泰國 不好意思 泰國 那我們去潑水節的時候 大家像我第一次去 我很新鮮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潑水節 然後就是一出門 對 火氣都來了 真的 就是怎樣 覺得我跟你很熟嘛 對 才想完 那就站在街邊好了 一個卡車過來 啪 是怎樣 那可是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慢慢融入他們 就很開心 你應該什麼東西你都忘記了 就開始也潑人家 但是最重要的是 手機很怕水 對 所以我們大家都會圖方便 買一個防水袋在身上 它是透明的 但很多那種 小朋友就會開始注意你 那是什麼型號 你在潑水在開心的時候 被潑的時候 然後啪 就被搶走了 真的 我朋友就被搶走了 小孩 因為志涵哥沒關係 以後就買韓國手機 她說 沒有防水 那我也想問一下 那個我們旅遊團 思敏 你有沒有也遇過什麼危險 或者是恐怖的情況 我覺得比較誇張的是北非吧 因為我去年去摩洛哥的時候 其實摩洛哥是非常古老的國家 然後很多古城嘛 所以也是就是 懷抱著絲骨的幽情去的 結果想不到去到 有一個1200年的古城叫 在費子 你根本就是沒有一個人 要跟你說真話 從頭到尾你從出那個火車站 就開始被騙 你不能相信 每一個人說的每一句話 你上計程車 他就說 我跟妳說 從這邊開過去要半個小時 所以我要跟妳收很多錢 那其實大概五分鐘就到了 對 妳如果想說 怎麼到了 他就開始繞山路繞一圈說 你看真的要開半個小時 你進到費子骨城之後 你發現有一大堆當地人 就身上帶著很多導遊證書 說要幫妳就是做導遊這樣 我就站在旁邊聽 因為我已經知道 那些都是騙子 站在旁邊聽 同一個景點 十個導遊講十個不一樣的故事 明明是廟 他說這是學校 我跟你說 這以前有個牧師怎麼樣 大家就這樣 聽起來很認真 但每一組都講不一樣的故事 還有那種詐騙集團是小朋友 他就是要讓你迷路 所以如果你問他說 那個什麼學校在哪裡 他就是指東 指東之後有第二個小朋友 就會說往西 你就一直在裡面繞繞繞的 那你就迷路了 他們就會衝出來跟你要錢 對 再幫你帶走 然後就覺得很累啊 你在觀光的時候 沒有一刻可以放輕鬆 那田有你有嗎 我有一次在越南 用計算好了嗎 不會 我沒有被搶 我是被騙 從早上坐計程車開始 跳表跳了一萬九 我給他五十萬 他找我四十五萬 那你不是導遊嗎 那一天是自由活動 他不是應該有公布的經驗嗎 對啊 現在我去泰國 去東南亞 我會叫Uber 那做了一萬九 然後收了我五萬 我五十萬給他 找了我四十五萬 好啦 想說算啦 沒多少錢 三萬多 越南燉也沒多少錢 好啦 那我們就去吃碗牛肉粉 壓壓筋嘛 但我就說我要那個 跟隔壁那個一樣 湯跟麵的 然後他也聽不懂我說什麼 但是我指著隔壁 我說我要跟他一樣的 然後呢 我看著他 這個女生吃完 付了一萬五 我吃完 差太多了 我不要牛肉比較貴 他要挑出來 然後呢 下午想說看到山竹 來東南亞怎麼可以不吃山竹 一定要吃 對 好 狠狠的買了山竹 回酒店一打開 山竹沒有一顆是好的 打開都是雪白的對不對 我打開全是透明的 好啦 想說晚上找個 我們剛好公司有同事也在那邊 我們就相約要去洗頭 他說越南洗頭很便宜 洗頭 洗頭 沒有熱鬼 沒有熱鬼 那同事女生 不可能找我去洗頭 所以那邊有一家洗頭 他問了以後才兩萬 趕快回到飯店叫我 然後說好啊 兩萬耶 沒多少錢啊 那我們去洗… 收好的兩萬呢 一個人二十萬 不付不讓我們走 我就把我壓在那邊 我這個同事回到飯店去拿錢 結果我們兩個人付了四十萬 才讓我們走 還有我現在回到台灣 我看到越南河粉 我看到越南河粉 好便宜 對啦 我發現我兩錢 就是啦 我到現在我不吃越南河粉 去吃 像天佑哥剛剛講那個越南的 我們自己還 女生很喜歡去越南 因為真的洗頭很便宜 然後做指甲也很便宜 洗頭通常都是 洗頭大概就 大概是 我們都會換成 我忘記多少 可是然後做指甲就是700塊台幣 然後妳可能一千 一千二就可以再加繳 可是我們從來都沒有被騙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 沒有 應該是說 那個已經算騙了 已經跪了 已經跪了嗎 他們當地不可能這樣 所以可能原本做指甲 我們泰國奇圖二十塊 二十塊 二十塊 那有熱水嗎 泰國沒有熱水 沒有熱水 就是去很多次 然後都覺得每次 人都很好 然後什麼東西都很便宜 有一次我們就是很 很放心的走在路上 然後那時候手上一次 拎了一個名牌包 結果就有一對 就是聽到後面摩托車很大聲 可是我們也沒多想什麼 下一秒他們 後來我們就是當天就有其他 我們晚上有跟其他 越南的同事碰面 然後他們就說 前一陣子查一個新聞是說 有一個就是富家小姐戲一樣 就是穿著很貴氣 然後拎著名牌包抓在路上 結果後來是飛車搶劫過去搶她包包 可是她不想給 結果後來她 算了 給她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她還好 我又給她 不然可能手被剁掉就是我 反正也是很便宜的名牌包 所以就算了 就送她好 妳真的很大氣 我想跟你交給妳 所以跟命比起來 跟我一隻手比起來 就還是差很多 其實我有補充一下 就是去我們東南亞那邊的地方 建議啦 就是 日本時代太危險 只因盧卡斯是巴西人 我沒想到在日本 會發生更誇張 日本 日本 不可能啊 有有有 可是我跟我媽在東京 那個 他可能看你是巴西人 是不是 不是 不然會不會看是不是 什麼 幫妳打折嗎 其實我有補充一下 就是去我們東南亞那邊的地方 建議啦 就是 不要拎的 雖然不是名牌包 但是 就是盡量放在口袋 對 那有時候東西很多口袋 真的放不下 其實以前我們以前 傳統那種 那個很好用 我就是要去買 買那種阿嬤的內衣有沒有 打開然後拉 妳怎麼知道 妳怎麼知道有那種衣服 那是很好的衣服 妳自己做 我妹妹這些人去 男朋友去南非 不是 南美洲會去 我妹妹的男朋友 所有秘魯人 然後她的媽媽 我媽媽特別出一個 一個內衣 然後就 妳那個口袋 對 那個口袋 然後籤就是放在下面 可是妳要找錢的時候 妳說等一下 然後我就 對 其實妳知道嗎 我們那邊 妳妳的塑膠袋 誰要來啦 妳的塑膠袋 妳真的 我每次東西都丟到 塑膠袋裡面 然後就放在地上 就忘記就走了 那是擠的 那是妳的問題 真的 那個都不能怪 就是我的問題 是 霹靂腰包真的超好 有時候我跟我朋友 一起去荷蘭玩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阿姆斯特丹 就那天就偷懶 沒有把東西放進霹靂腰包裡面 然後我就背著大包包 就有一個男生就騎腳踏車 然後就 就搶走了 然後我就直接要追 因為摩托車追不上 那腳踏車覺得追得到對不對 所以我就用衝的 一直跑 一直跑 大概跑了一公里還是追不到 好一公里 對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結果那一天剛好是禮拜天 然後我們就沒有地方可以去 因為那個辦事處 沒有辦法讓我們辦新的護照 然後所以那時候 就有一個男生就走過來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妳要不要先去警察局報案 然後我回來就跟我朋友分享說 哇 那個男生好好喔 還跟我們講說要不要去報案 他就說 就他一定有看到 可是怎麼那麼巧 怎麼不幫忙 然後就會說 那妳要記得去報案 因為一個女生在路上奔跑 也是很詭異的一件事 對 那他就跟你講說 妳要不要去報案 然後報案因為荷蘭的警察 荷蘭警察英文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大概光做筆錄 就大概花了一個多小時 只是講說我們護照怎麼樣 被拿走怎麼樣的 對 然後就回不了那個瑞士 很危險啊 可是我覺得荷蘭還不錯 我也滿喜歡荷蘭 對 荷蘭真的還不錯 所以就是可能 除了紅燈區那個攝影機 不能帶進去以外 那是搭配 他就白癡啊 不曉得去電視區那邊 做旅遊節目去拍啊 進去那個紅燈 塔利燈一亮啊 小巷子裡四面八方都有人出來 嚇到 他那個警察就騎著馬去過來 問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給他看證件什麼 他說這裡不能拍 你不知道嗎 對不起 對 但是他們已經開放大家觀光 我覺得這已經是一個 滿大的尺度了 對 就是滿好的 這樣好了 那我們以後就出國會有 多帶一門巴西的護照 今天巴西還是要不得罪你 你有什麼組合 巴西 就算是巴西人 也會遇到危險好不好 不必不法是跟他說 對啊 我就是在總國那個背景 然後就這樣穩路而已 然後那個我接著他 沒有沒事管在那裡 他說 這個還好 15塊真的沒多少耶 他是不是跟你開玩笑 喔15台幣 對15台幣 15人民幣 15人民幣 50塊台幣 他可能看你是巴西人 所以說 不然會不會看 什麼啦 我幫你打折 其實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可是我沒想到在日本 會發生更誇張的 日本 日本 不可能 有有有 其實我跟我媽在東京 那個 不是用那些街影章 然後百貨公司 喔不對 就是街影章 然後出口在百貨公司裡面 對不對 很容易迷路 然後我就 我在那邊 就我跟他說那個很笨的人 是因為錢花光 所以迷路出口 你是出不了百貨公司 就是真的找不到那個門口 然後就裸出來那個很笨的臉 就 然後出了一個 我寄上來了 然後他說 要不要幫忙啊 然後我說好啊 然後我馬也在 我是帶我馬去玩 然後他說 到底盧卡斯發生什麼事 讓他覺得 在日本實在很危險呢 WTO 唱歌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福 今天教你一句 你如果在德國的話 你如果掉了東西怎麼辦 你不知道東西掉了哪裡 然後你的 Passport不見了 或是你的老婆不見了 或是你的行李不見了 怎麼辦 東西就是 Weg 不見了就是 Weg Weg 我的護照不見了 Mein Pass ist weg Mein Pass ist weg 那我老婆不見了 Meine Frau ist weg 我的錢不見了 Mein Geld is weg 反正什麼都 Weg 是最不好的 所以 My Pass is weg 不好要小心喔 Bye 可是我沒想到 在入盆 會發生更誇張的 日本 日本 真的找不到那個門口 然後就裸出來 那個很笨的臉 就 然後之後一個 我寄上來了 然後他說 我幫你 然後我說好啊 然後我馬也在 我是帶我馬去玩 然後他說 你幹嘛跟著某些人 很危險的 我說媽媽這裡是日本啊 然後結果呢 到門口的時候 他說 然後 大阪也發生過 我也是東京的事情 我自己在大阪的時候 有一個偶記商 靠近我 然後跟我說 就跟我聊天 你好 終於有機會 可以聯繫余文喔 因為日本人都不會 跟外國人見話 然後他就說 他給我錢好不好 然後說 我不是Tresson 然後說 對啊 Tresson賽有給錢啊 我們老人需要 你們幫我們賽不對 然後說 我真的沒有錢 我是外國人 然後他幹嘛啦 什麼你好給我錢喔 我聽不懂日文 然後就走了 然後他在那邊一直罵我 怎麼會 有這種的嗎 日本 神經病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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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還是你記錯 你不是去日本 你不是去日本 那開朗你呢 因為我覺得 比較油的人 可能比較不會被騙 你呢 我有一個小故事 不是被騙的 是別人的故事 對 就是我朋友的故事 他來台灣玩的時候 他騙台灣的 不是想要騙 就是不小心騙他 不小心騙他 他來台灣的時候 有兌換嘛 對不對 台幣 對 然後他說 他說他錢包裡面 有兩千塊台幣 跟有一些韓幣這樣子 他有那天到的時候 晚上聖夜 然後他計程車到旅館這樣子 下大雨 雨也很大 然後心理也很大 什麼的 付錢的時候給一千塊 那世紀還是找那個什麼 五百多塊就找給他 就很快就付錢 然後就回到飯店 發現他的台幣 兩千塊還在 但是莫名其妙 那個兩千塊還在 因為呢 這是韓幣一千塊喔 那個幣子差很多耶 好笑喔 那個幣子會到三十 這個真實 顏色… 你好好笑喔 很危險耶 十八塊 換了五百多塊耶 對 私下還是給他 好滑順喔 反正就是這個 就是各位要去出國玩 怎麼樣 不要再騙我們的錢了 不要 不要再找那個司機先生 好 那就好 那個司機身上 還在找你的朋友 對 司機再看 司機再看 對 我覺得大家 講到旅遊真的都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出去玩 真的一定要小心 除了你臉上的表情之外 還有你的包包 所有東西一定要小心 希望大家 每一次旅遊都可以帶著 快樂的心情回家喔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第二節目 下次見 掰掰 歡迎訂閱我們耶 開啟雙鈴鐺 按這邊 按這邊 按讚